在今日临时会议程中,议长何生峰表示 竹山镇缺乏观光景点,因此太极峡谷的规划有助于地方人口回流及发展 所以竹山镇明也非常期盼太极峡谷能够早日的规划完成,以带动地方的繁荣 太极峡谷车规划至林县长在任就进行发包,但至今迟迟没有进度 对此议长何生峰要求县府观光处能够紧速来办理 并且希望在下次的定期会前能够有一个结果 让竹山镇明期待的太极峡谷景点规划能够早日来完成 南投县地理条件得天独厚,非常适合发展观光休闲产业 议长何生峰也表示,竹山镇目前缺乏地标性的观光景点 因此太极峡谷的规划也必须讲述来进行 希望县府观光处能够上景发挑 紧速让太极峡谷规划来落实,进而帮助地方观光产业的推广 记者重为一,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